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那請教陳律師 有小三十部人跟他們都很像嗎 其實不只是男生 我想說就是女性也是 就是有時候如果有新的感情 很新的生活 那那個心一變之後 他拋棄原本的家庭 又或者是說 因為原本的家庭裡面 就是柴妍將注查這些的 那很現實的每天都是責任 不是那麼說愛情快樂 那遇到了新的對象 那有的新的感情 就會很容易是不要原本的家庭 這個真的是蠻常見的 那其實甚至是說 如果兩邊都成立了家庭 有那種就是也跟小三組成家庭的 那就會是兩邊家庭的拔河嘛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是會把心力 放在比較後來的家庭 這個是比較常見的 其實像我自己的外公 其實就是這樣的狀況 就是說他就是本來就有家庭了 那去了酒家認識的人 後來就是也有孩子新的家庭 其實他原本的我爸媽這邊的家庭 都還小孩都還小 對 但是他就是也沒有再拿錢回家 那所以我媽媽就常常說 他小時候會跟著媽媽 跟著他媽媽叫我阿嬤 就是去他們那個小三的家那邊 然後去藥錢 其實那個我覺得是很不 就是我媽媽每次講起這個 其實都是哭 然後那個傷心是一直在 然後像我外婆其實後來就是 那個心臟心臟問題很嚴重 那我們大家就在想說 為什麼外婆年紀輕輕 就會得心臟病這麼嚴重的心臟病 醫生就說他應該長期 那個心理壓抑 然後很多痛跟很多苦要吞下來 所以那個其實對於整個家庭的影響 都是很大的 對 這樣說我們台灣會說 不前不出後悟 先出後悲 就是那個父親會先把這個心變了 偏向於小三這樣子 而且會就是兩邊的拔合 因為如果說比較會有手段 又或者是比較會去拉住 那個先生的那邊的人 其實我覺得他會拿比較多資源 對 對 我覺得這真的有警示作用 我們要説意 沒有我們的孫子 去電視跟我們講 自己看 我外公跟我外婆都過世了 不過我覺得其實 沒有啦 這樣當然 對我媽媽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件還滿有 重要的事情 因為如果不敢去看 我覺得那個痛會一直在 在心裡面 對 對 不過而且不愉快的媽媽 其實會影響小孩很多 是 是 家裡面就一直籠罩在那種氣氛裡面 整個會怎麼可能會快樂 他起來 對吧 這個英國有個二十五歲的AV 女優叫史嘉蕾 他說自己在大學讀法律系 他畢業典禮的時候被父母抓包 他去拍A片 結果爸爸媽媽不但拒絕參加 他的畢業典禮 還就此跟他斷了聯繫半年 直到父母發現了一件事情 才又跟女兒聯繫 那請教這個Cincia 後來他父母發現什麼事 其實這個史嘉蕾 他二十五歲 他的這個家庭背景是 全家都是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 所以他從小的生長的過程當中 爸爸媽媽每個禮拜 都會帶他去做禮拜 而且還告訴他說 因為我們是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 所以說這女孩子第一次 一定是要婚後才可以發生 所以說這個史嘉蕾 他自己有說 他以為這件事情是 他踏進了色情產業 拍了片才發現說 其實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一定要保留給婚後的丈夫 自己就是看到情投意合的 也是可以 所以那個時候 他還跟大家講說 他去選擇讀法律系 其實也是父母幫他安排的 勸說他你要選這科系 因為父母都希望他以後從事的工作是 受人尊敬的工作 可是當然這個史嘉蕾 可能就是因言際會之下 就踏入色情產業 踏入色情產業之後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被爸爸媽媽發現了 所以說而且是在畢業前 因為爸爸有看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被發現 對吧 應該是 所以說 所以他的意思 當然是史嘉蕾 他自己在剖析 我們不知道他爸爸媽媽 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他自己剖析說 爸爸媽媽氣到就是 半年不跟我講話 斷絕來往 甚至連我法律系的畢業典禮 他們都拒絕參加 拒絕參加 等於說完全把我捨棄 在他們的人生當中 他也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子對待我 直到他自己又說了 直到後來他說 爸爸媽媽發現他每個月 這個拍片的片酬 大概是幾千英鎊 換算成台幣是十幾萬台幣 然後呢 於是他說 於是爸爸媽媽又開始跟我 維繫了重新 重啟了親情的維繫 又再度接納我 讓我回到他們生活當中 所以他認為整件事情的轉捩點 是爸爸媽媽知道他 原來你拍片 可以賺這麼多錢 我的天啊 他的統心是這個樣子 對 他個人 我算是他個人是這樣的理解 可是我們真的不知道爸爸媽媽 到底是什麼原因 了解 了解 好 那陳律師 他有這個女性朋友 也生了兩個女兒 可是呢 就老大很受疼 可是老二就差很多 為什麼 這是我朋友的朋友 然後他就是 媽媽其實也算是 會帶孩子的人 可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媽媽就是完全 對這個第二個女兒 好像就是說 不把他當女兒 如果不知道的人 可能會以為說這不是他生的 那現在其實孩子 現在的孩子很少說做家事 或是煮飯 可是他就是讓老二 就是要做家事 洗衣服 然後煮飯這些 而且其實小孩 還很小才七歲 對 就是說七歲 那這個孩子 我覺得他就是有那種 超乎他年齡的一些 滄傷跟很事故 還有他其實 完全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這個狀況也媽媽 媽媽也不算是 不是說那種很直接 對他有什麼打罵這種 可是就是冷漠 完全的冷漠 是比打罵還嚴重 其實是 我覺得這個對孩子的 心靈傷害是很大 所以其實家族的人 都看到在眼裡 那阿嬤就很心疼 就想說 不然我把小孩 接回去 接回去跟自己住 媽媽也沒有阻止 媽媽好像也覺得 好啊 反正你們愛怎樣就怎樣 這也不是我在意的事情 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孩子 現在大概十歲 那十歲其實他 我覺得他長得比一般孩子來說 就是 等於是說 就是比較沒精神 然後也很瘦弱 那也 而且其實是說 他知道 完全知道 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所以你會 在他言談之間 你會知道說 我覺得他對媽媽 那種複雜的情緒 還有他知道說 他其實是不被在意 他爸爸呢 他爸爸其實是入獄 所以就是整個家庭的狀況 就是本來是媽媽 帶著兩個小孩 媽媽其實自己也沒有在工作 那有問媽媽說 為什麼他要這樣嗎 這個其實我覺得家族裡面 都沒有人敢去問他 大家都是看在眼裡 覺得說媽媽 媽媽自己可能有一些 就是也許就是說 喜不喜歡這個東西 變成在他身上 是很毫無分明的 對 有時候小孩子受到 這樣的待遇的時候會問媽媽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對 媽媽就這樣說 你就沒有我的縫 對啦 我媽曾經這樣講說 你是養女 你沒有看看 我生的小孩都很漂亮 只有你最醜 這樣子嗎 對 好直接講 他說你是養女 是不是那個晚上爸爸 比較不用心 就是這是不相干的天數 然後我哥哥也跟著他嘲笑我 你們家只有一個女 一個女兒嗎 三個女兒 那三個女兒 媽媽都這樣 沒有 有大的擋路 小的都根本都不理他 他講話都會頂嘴 你是老大 我是老大 你的老大 是不是家裡面 你都扛起來 他叫我做什麼 我全部都做好了 但是還是不受疼愛 我並沒有要爭取他的疼愛 因為我覺得不可能 是喔 對 因為有些媽媽是 因為他長得太像爸爸了 那他很恨爸爸 他就把這個 恨爸爸的給予 我不是說你媽媽 我是說像剛剛陳律師講的 因為他如果說 因為爸爸入獄 有可能這個二女兒 長得跟爸爸一樣 媽媽就是看到他 就覺得看到爸爸 對 這種例子也蠻多的 其實就是大家也會 試著想要去找這個原因 可是很難跟這個媽媽 因為他沒有是 在這一方面願意多講什麼 有些子女生出來 雖然都是女生 但長得不像 對 滿多的 那個長得不像的 有些就像 爸爸的前女友 所以 比較難 是不是媽媽生的 媽媽自己清楚 對啊 那廖老師說 你想到了施濟青老師 講過的話 那個我是不太相信 他說有些關羅音 或是去問關音 或是問神 他說 他就 你整世跟他是情敵 所以他現在看你很害羞 說你跟你媽媽 他不是說我 我媽媽不去看這個 我也問你看這個 不是 他那個理論 這個意思就是 那個理論如果成立 你跟你媽媽以上輩子 搞不好是情主義 沒有 我不信那個東西 而且後來你還搶贏了 我怎麼會搶贏了 拜託 警笛嘛 所以你這輩子才要還他 對 所以我不像 這樣到底懂了沒 不懂 因為這個我絕對不相信 我覺得不要 金山都過